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猪可不是一般的猪 它叫做溜达猪 这个猪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山间喝喝山泉水 听听音乐 然后来回的溜达 你说这种猪产出的肉 它能不好吃吗 据说这种猪给它的主人带来了每年上千万的财富 那么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来一块认识一下 王世武 王大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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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武 辽宁大连壮壮牧业总经理 从事溜达猪养殖五年 今天我特别荣幸托王总的服务来到了这个八戒的老家 你看到我身后全部都是这个八戒的小伙伴们 我就感觉在这儿生活这猪是挺幸福的 因为这儿的含养量感觉很高 而且在这儿完全都闻不到一些猪的分辨的味道 王总 你当时是怎么考虑要把这个猪养在这个地方 猪实际上它人是一样的 它居住的环境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放在一个猪舌里 它每天呼吸的是暗气 在这个空旷的野外 它每一头株站的这个场地非常大 它就自然就呼吸这个自然空气 它肯定是对猪肉是有好处的 只要说起溜达猪 王世武可是侃侃而谈 话语里还透着一丝的骄傲 可谁能想到早在六七年前 他可是大连建筑行业响当当的人物 每年光是盖楼就能挣到上千万 养猪那都是没影的事 他在做建筑这个行当里头 做得特别风生水起 我们每年也是极钱 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平日里的应酬自然少不了 可是饭桌上朋友常常抱怨 如今的猪肉品质是越来越差 根本没有早年间猪肉的香味 在七十年代出的时候 农村都撒年煮 一到过年撒一头煮 那时候吃一口猪肉能香半年 这个半年都在回味这个春节 撒这头煮这种感觉 为什么现在找不着这种感觉了 听着朋友们的抱怨 回想着记忆中的美味 王世武心头闪过了一个念头 而就是这个念头开始改变他的事业和命运 那么我就在想说我能不能 当时我就想我能不能养那种猪 一是能回忆起我 我们自己当年那种口味 我当时没想把它做得有多大 就是说我周边的人能不能吃上 我七手养出了七十年代那种品质的猪肉 说是养猪让朋友吃 其实颇有经济头脑的老王 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2008年猪肉行情一路看涨 平日里爱买点股票的老王 深知一个道理 买涨不买跌 这个时候投资养猪行业 肯定是只赚不赔 这个猪肉它是个大市场 我始终认为它能做大 善于发现商机的老王 决定尝试着踏入生猪养殖 不过自己的建筑生意 一时还脱不了身 于是王世武琢磨着 找个可靠的人帮他做这件事情 也算是给自己探探路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和自己感情最好的二哥王世林 他把养猪的事和二哥一说 出身农村的哥哥对此非常有兴趣 欣然答应了弟弟的托付 那个把年纪做家非常好 那个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卖到八块钱 这个就是个好行业 我非常痛心 于是2008年 王世武给哥哥投资了五百万元 在老家瓦房店建起了养殖厂房 养起了传统的家猪 他自己则在城里继续做建筑生意 一晃半年多过去了 老家的猪养得怎么样了呢 2009年的时候都家就不好 我记得好像是卖到四块几毛钱 年年春天赔了不少钱 什么赔钱 而且一赔就是一百万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王世武被惊到了 甚至有些恼火 怎么别人养就赚钱 哥哥养猪就赔钱呢 我是埋怨我埋怨我哥哥的 我是也经常开大门 因为这些事也吵过 你看我们辛苦投的钱 都是血汗钱投的钱 为什么能让他赔钱呢 冷静下来的王世武 开始认真考察生猪市场 他要搞清楚 这亏损的真正原因 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刚投入08年 投入的时候 猪价非常好 等我们真正产猪 猪的行情就非常劈 原来猪肉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 猪价都会分大小年 去年的价格高 今年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这在养殖行业 属于正常现象 看上去亏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王世武认为 总会有避免风险的方法 那就是差异化的竞争 如果自己的猪肉足够优质 足够有特点 就能够经受住大行情的冲击 那他到底准备怎么干呢 我认为当时我有避免的变 都与众不同 都跟说你所有人都在做这一个 你再去做他有个非常困难事 说你能不能有一个跟其他的养殖有不同的地方 原来王世武是想搞猪的特色养殖 可谁知道王世武的想法已经说出 二哥居然跟他闹僵了 这又是唱的哪出呢 打连地区也好 乃至这个周边这些城市 没有这种切离 也没有看出这个猪家 卖的好多什么城市 我都不同意 我说你要是你干就你自己干 我不管 原来哥哥王世宁认为 养猪就是要用传统模式 改变养殖模式投入和风险更大 最终的结果是 两兄弟互不让步 谁也不服谁 原以为没有了二哥的帮衬 养猪这个事就干不下去了 可是不服输的王世武偏偏不信这个邪 他要把原有的建筑公司卖了 专心养猪 消息一出 朋友们炸开了锅 打连是多少猪圈都空在那 你怎么就知道你能干明白 我说你千万别拿着个别案例去讲 要看一个普遍现象 刘翔就一个 剩下都倒了 风险太大 因为各种瘟疫太厉害了 如果就是说 可能一夜之间 可能成为千万意外富翁 一夜之间可能一无所有 别看朋友的劝阻 他一概不听 但有一群人的建议 他可是上门聆听 那就是养殖专家 既然要搞特色养殖 总得有点特色吧 专家们给他的方案也是五花八门 有人建议他养吃东虫下草的猪 说这样的猪肉可以抗癌 有人建议他养吃乳酸菌的猪 这种猪肉可以治胃病 可是思来想去 王世武都觉得这些方式 噱头太大并不太实际 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一位专家 谈话间他竟然有了顿悟的感觉 猪是应该回归自然的 我们现在猪肉之所以不好吃 它最重要的原因是养殖周期不够 你把它养殖周期提上来 让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存 让它解决它这种 粗纤维 粗食料的摄入 让猪回归自然 也就是散养 改变它的生存环境 吃些天然的食材 这个办法 王世武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么做 猪肉品质肯定能提上来 于是他毅然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他把这个提议和周围的人一说 大家的态度和他之前的预期 大相径庭 我们作为思想员的看法 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养猪 就感觉是不是开玩笑呢 虽然反对的声音不断 王世武却并没有打退堂鼓 他带着专家 四处寻找可以散养猪的场地 一晃各把月 王世武却始终没有找到心仪的地方 一天下午 一位专家来到他的养殖场考察 却意外地找到了合适的地点 我领着吴老师到处选地方 他说你塞后这个塞是最适合的 你发现这个塞是非常平凡的 非常平凡 植物还特别茂盛 我就把这边这汤构 挨到我厂这汤构啊 全部给填死了 填死了 然后把这整根蒜就给它圈进来 这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吗 当然了 要给猪一个良好开阔的场地活动 老王也没少下了血本 当年包山圈地 他又投进去几百万 眼看万事俱备 这东风却迟迟不来 您问了 东风是什么 东风就是这养殖的猪仔啊 眼看外面大好风光 可圈养的猪仔他是怎么都不愿意出来 刚开始这个猪基本上它不走 而且它的这个猪蹄呢 是承受不了这个小舌子个的 因为它的计划养殖全在水浸地 刚开始我这个大量的耗费猪 就是猪走两天以后全瘫痪了 当时王世武每天的工作 就是亲自带着员工上山赶猪 每天将饲料放到山上各个角落 可即便这样 牛很多猪还是不愿意动 这可愁坏了老王 有一天他看电视 发现在国外很多养牛场 给牛听音乐 让牛在舒缓的氛围中放松心情 他就会回归原始生存状态 于是王世武也效仿了这个办法 在养殖场四周装上了音响 每天放弃了音乐 可是时间长了 这猪还真是伴着音乐声 自觉地溜达起来了 这么一来不但小猪舒服了 员工们也十分开心 因为他们不用每天在养殖场改猪了 你愿意放这个猪 这一点不敬意 也不扎吃了 也不翻刀 你这种翻刀能看住 它就有脾气 你音乐一放 你这个时光下一感觉 肚子非常自由 王总 我说你们这儿的猪 实在是太幸福了 就我感觉他听的这个音乐 就是我以前去做SPA听的那个音乐 感觉这音乐太好听了 那么你说这猪啊 他到底听音乐 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放松这个身心 是 它舒展它的身心 就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提到一个猪 怕应急 在应急反映很多疾病突破 应急就产生了 那么应急以后 它的猪肉会发酸 那么为什么猪肉要排酸呢 它就是应急所产生的酸 那么长时间听音乐 它酸性物质产生得非常少 对它的肉质更好 对 除了听音乐 王世武在饲料和饮水上 也下了一番功夫 因为散养的猪生长周期 要比圈养的长一倍 要十个月才能投放市场 所以王世武选用了粗饲料 作为溜达猪的主要食材 这些饲料主要由玉米煎 和地瓜羊苗组成 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 而在饮水工程上 老王更是下了血本 他打了一口深水井 安装了自动饮水器 保证了生猪饮水的捷径 就这样老王期待着 他的溜达猪健康地成长起来 可这个时候新问题又来了 就在2009年的一天 王世武像平日一样 来到自己的养殖场 查看这个猪的情况 可是没走两步 他发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这几头猪都躺在地上 蔫了一动都不动 这猪到底是怎么了呢 中国产食量急剧下降 晚上猪都全打电了 我们就观察 观察这个猪 就感觉它不对 不对就开始有死亡 此时的老王赶紧找来兽医 查找原因 可是找来找去 也找不到原因 治疗更是无从下手 就这样 每天都有几十头猪死亡 几天下来猪死了多半 老王十分的心痛 只好把病猪通通掩埋 可猪究竟得了什么病 眼下他一定要弄清楚 过来我们就把猪 送到这个实验室去解剖 解剖去化验 一化验呢 就是我们猪身上 应有的抗体都没了 2009年呢 是由美国那边先发生的 到中国那边开始流行 就是叫流感 我们也叫猪流感 王世武听了专家的话 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批猪明明已经打过疫苗了 为什么还是会感染呢 原来在我国 由于生猪出来时间 大多不超过半年 所以疫苗抗体 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设计的 这样的话 增加养殖周期 就必须加大疫苗的量 于是经过了这次事件的教训 王世武更加重视 疫苗注射周期 我现在是在猪的产房 这些小猪呢 记者是昨天晚上刚刚出生的 不要把我抱走 我要找妈妈 不要啊 好可爱啊 你看是不是特别特别可爱 我不要你抱 我要找妈妈 我还没有吃饱饱呢 咱们这个小猪啊 出生了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 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防疫啊 或者其他一些方面 首先出生的一个第一件事 帮它吃牙 帮它吃牙牙剪掉 这是干什么呀 预防它 吃牙的时候咬口味的地方 反正是驱吻 驱吻这样 主要是因为 小猪肠再长大一点 他们不想咬 不想咬 一直咬走的 主要是看这两个地方 对吧 在时间内呢 我们还要对它进行 进行一次防疫 打防疫诊 反正是随着我们的防疫计划 只要一到三个月 它可以所有的防疫诊 做好 经过了这次疫情的洗礼 王世武对于 溜达猪的管理和养殖 更是上心了 在他的精心呵护下 第一批猪肉 就要投放市场了 为此 他还特地注册了 溜达猪商标 开了专卖店 每斤猪肉的售价 只比普通猪肉 贵50% 那这销量如何呢 一句话形容 出人意料啊 第一批溜达猪上市以后 市场反应效果非常差 就是说 没人迟到你 你说你好没有用 就让人尝 这机会都没有 你都不尝 可是猪肉滞销这件事情 还不能让养殖场的员工知道 不然军心该散了 大家都没有信心继续干下去了 于是王世武制造了一个假象 当时就是那个销量 感觉销量特别好 王主天天往外那个蜡烛 那么这一车车的猪肉都去哪了呢 原来王世武想了个办法 与其卖不出去 还不如送给别人吃 也积累一些好口碑 你说是吗 那时候 他每天的任务 就是四处给亲戚朋友送猪肉 刚开始 大家还是满心欢喜 可送的太频繁了 朋友们也个个都躲着他 刚开始挺高兴 这下终于有免费的猪肉吃了 可是时间一长 塞完了冷藏了 然后塞完冷冻再塞冷藏了 吃完口条吃 我们一到了待避 经常把鱼帮我们吃上塞 我们吃的 现在你看着猪肉 我们就不想别的 简直就是吃够了 这长期白送猪肉 也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时间长了 纸也包不住火呀 好了 然后后期跟那个 拉猪那个司机 拉猪司机说的 说的其实王总 天天这个拉猪 这个猪都是送上去的 但是此时让王世武感动的是 没有一个人为此发牢骚 而是集思广义 想办法 最终大伙一致认为 应该开放养殖基地 让市民们来参观 六大猪的生长环境 每到周末 王世武就派车 到市区的一些居民小区 把市民们接到猪场参观 中午还有免费的猪肉大餐 可以吃 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王世武专卖店的生意 渐渐好了起来 大家这肉吃挺放心的 而且养殖时间最后呢 好像店长得挺长的 肉肉色的 我看起来 它肉色又要又 特别的 尤其是这个 特别有 以前那个老 黑族那个味 确实挺好 伴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养殖成本的降低 目前六大猪的售价 也仅比普通猪肉贵三成 来买六大猪的回头客 是络绎不绝 专卖店数量 从最初的几家 发展到了几十家 通过请老百姓 来养殖场参观 让老百姓吃猪肉宴 这个王世武啊 终于是把 六大猪的品牌给打响了 可是就在 2011年的春节期间 正是六大猪肉 需求最旺盛的时间 王世武却做出了 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决定 闭店歇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世武出身农家 16岁就外出打工 十多年的打拼 成为了大连 以及周边地区 小有名气的建筑商 年入千万 可他偏偏放弃了 原本优越的生活 跑到农村养猪 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他的六大猪 渐渐被老百姓所熟知 可在2011年春节前夕 他的专卖店却关门了 当时是腊月27 然后我到他那个店里以后 然后店里写了一封信 专卖店是吗 对 专卖店 然后写一封信 告诉这个 他们现在就是这个 出栏的猪肉已经卖完了 因为我当时呢 就是感觉非常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答应 我的亲戚朋友 特别是我的父母 因为经常这个父母 要吃这个猪肉嘛 然后呢 亲戚朋友答应 分给他们猪肉 就突然没有了 原来 那年春节前的六大猪 销售特别火爆 腊月26 成品六大猪猪肉 就都销售一空了 这时候 养殖基地 还有一部分 九个半月大的六大猪 差半个月 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当时就是劝王总 九个月的猪 和十个月的猪 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差别 大伙儿也 都是就是背后议论 说这个猪应该卖掉了 很多员工都劝王总 把猪卖了吧 可是王世武却坚持 要必电歇业 我们的猪肉是承诺客户 养十个月 我们就得养十个月 当时整个公司 就是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的原因 就是基于 我要让所有员工看到 我对这个猪肉的品质 是怎么要求的 经历了这次脱销事件 王世武虽然少赚了不少钱 但是却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六大猪这个品牌 在大连已经是家喻户晓 为了进一步拓展 六大猪的品牌效应 王世武又有了新的动作 他在大连大街小巷 开启了六大猪包子铺 我现在是在王大哥 六大猪包子铺的后厨 这眼瞅就到饭点了 这王大哥真够实在的 跟我说呀 让我来他的后厨 来学包包子 想吃多少 自己包多少 你别看啊 我这个经常是上班 但我还真是一个 鸡家的女性 这包包子我还真是练过 瞧 咱们记者的口气还挺大的 不知道真正操练起来 上不上得了桌 这包小笼包可是有讲究的 讲究的是皮儿薄 馅儿大 十八个指 每个一年半载的功夫 可不敢上操作台 你看 这实际操作起来 依然你就露怯了吧 还是好好练练吧 来来来 新出炉的小笼包 上桌了 王大哥 咱中午一块吃包子呗 大老远来 哪能让你自己就吃包子呗 我又准备了几个 我们留得住的特色的菜 这盘有点太大了 东北人也太实惠了 你是远华来的贵客 我们一定要让你吃好 但是我觉得到了这儿 一定要先品尝一下 咱们这儿的特色 留得住小笼包 对对 这小笼包的 味道实在太好吃了 它这个汤汁 有这个肉汤的香味 而且是皮儿薄肉大 特别美味 那我们再尝尝 我们的猪肉更有特色 猪肉 吃哪种啊 这么多种 最能体现出猪肉 原汁原味的 应该是白水煮的 白水煮的 嗯 这个肉虽然没有加任何的佐料 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它保留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肉的那种 原始的那种肉香味 而且这个里面是有肥肉的 但这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这个瘦肉也很筋道 挺好吃的 有了溜达猪的品牌知名度 溜达猪包子铺的生意也差不了 之所以开包子铺 在很多人看来 这又是一次冒险 但王世武 却对溜达猪 进军餐饮行业 信心满满 无论猪肉 你是长了 是烙了 包子该卖多少钱 还是卖多少钱 目前在大连市已经开了20多家专卖店 所有的包子的原材料都选用溜达猪肉 馅料都是集中生产 流水线作业 干净卫生 其中的配方都是经过王世武 反复实验精心研制出来的 您现在溜达猪养得这么好 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大呀 你像看我今年的总出来量 应该达到接近五万头 四万七八千头这样 四万多头 您现在每年这个溜达猪的销售能达到多少 溜达猪的销售应该在今年 一四年应该进一个亿 一三年我们在七八千万这样 那就利润比较可观吗 还行嘛 就是存在着应该在百分之十几 不到二十这样 现在的王世武算是和猪离不开了 虽然公司已经上了轨道 但是他仍旧每天开电话会议 了解溜达猪的养殖销售情况 关于包子铺 他觉得未来的商机更大 他要将中国的传统小吃做出新意 做成百年老店 在朋友的眼中 王世武是一个执着而且敢于冒险的人 当年他把所有的家当都投入到了一个未知且不被人看好的领域 养猪 没有人能够料想到他有今天的成就 这一路走来 他经历了疫情 滞销等重重危机 最终都被他一一的克服了 我想专注是他制胜的法宝 良心品质一直是他不变的经营理念 未来他希望他的溜达猪能够从大连溜达到全国各地 好了还是那句老话 养殖有风险 投资期谨慎 我是依然 让我们下期见